只有輸出一個啦 就跟我們之前輸出的公式一樣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能夠快速的 之前是向下向右 一氣合成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做 其實理論上這樣 如果我這個做完 我要向右這個的話 那其實如果以程式來看 就是你必須 假設我拿這一行來改 應該比較快 那你把它Ctrl C Ctrl V 然後應該第四列會變第幾列 變第三列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啦 我輸出到這裡 然後應該是指的是上面這一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 一樣是第三列 只是說把它再加一欄 然後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固定同樣的位置 然後其他的話 一樣是這個要把它改一下 應該是這個 對上這一個 把它執行看一下 執行剛剛一個嘛 現在變兩個 所以對 這個第二欄的第一列 那如果你說下一個怎麼做 下一個再複製 然後再貼 然後再輸出一個 不這樣感覺好像 挺沒效率的 那寫程式就沒有意義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呢 假如你要讓它變得有效率的話 就變成說你要再學習一個東西 叫做回圈 OK 那這個回圈呢 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處理 這個連續的 重複的動作 你要讓它一次幫你做完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應該是說 前面都是4 假設我要輸出的是這一列 那前面都是4 那這個的話呢 變成多少 變成是 2到 2 3 4 應該到 10吧 所以呢 理論上 這個地方就可以產生一個 可以 變動的一個變數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要改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來改一下 其實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的話 我把前面這兩行 把它 底下再增加一個回圈好了 再打一個for回圈 for 那如果我今天後面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希望讓它是一個變數的話 我取一個名叫J好了 forJ等於多少 第2欄 到 第10欄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這個是固定規則 可能稍微要記一下 如果你今天希望喔 你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可以增加一個變數 讓它跳動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拉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 按個Tab鍵 特別注意喔 然後 這個 就先把它 如果你不想刪掉 有個方法 前面加一個 單引號 單引號意思說 它是註解 它這個 就會變成是一個參考 你暫時如果不想要把它刪掉 那可以把它放到這裡 有沒有 那其實我是拿上面這個來改 改的話其實很簡單 可以把這個J 帶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你現在執行 它會有什麼結果出現呢 其實你可以先改這個啦 就是跑個回圈 然後呢 只變動這個欄數 它會第2到第10欄 那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1乘上1等於1 奇怪你說 老師那為什麼全部都一樣喔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後面沒改 那後面要怎麼改 其實 應該 可以猜得出來啦 應該要變動的是什麼 變動的應該是 前面這個 所以前面這個 儲存格的內容 那改的話應該是改哪裡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可以把這個什麼 把 把這個吧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J就可以了 有沒有然後 然後 他就會取得第3列的 第1次的話取第2欄 放在這裡 那第2次的話跟他一樣就跳下一欄 所以這個改一下 這邊這個也要改 好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結果會不會是如我們所願 看一下 1乘1等於1 有沒有OK了 好那你說老師那這個OK了之後的話 那如果希望呢底下也是一樣 可以這個做完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OK的話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當然喔 你就必須再變動這個 那這個 要怎麼變動喔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果假設 我希望呢 能夠做出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就是呢 可以讓他換到 就是下一欄就好了 橫向 我們先 先橫向 先處理完 那待會呢把全部做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一樣啦 我會把這個 畫面 的程式 一樣會貼到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們要參考 可以看一下雲端白板 的話呢 當然喔 你說 老師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喔 這邊已經有向右 向下怎麼辦 一樣嘛 你可以觀察一下 這邊是第 第幾列呢 第四列有沒有 然後一直到第12列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再多一個回圈 那就在這個4追前面 上面喔 你再寫一個回圈叫 4 那就不能用追了 因為這個變數名稱不能 不能共用 不能重複 所以改成一個i好了 他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呢 第四列到第12列 所以你這邊打個4 空一格到 空一格到12 那有4一定有NAS 所以底下再打一個NAS OK 那也就是說這個是決定藍 這個是決定列 那一般習慣會把這個4 選起來這三行選起來按一個TAB 為什麼因為讓他換到下一階 那接下來你只要改動一個地方 基本上這個程式就完成 哪個地方呢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4有沒有 把4改成i就可以了 這邊有一個4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有個4 這邊有個4 其實他概念其實跟 第一次我們在做那個 公式 蠻雷同 只是說把那個公式 填滿的效果改成 改成那個 這個回圈而已 做完了喔 OK 所以我剛剛只有 加了一個回圈 然後呢把4改成i的變數 然後接下來我執行的話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剛剛好是99層發表 OK 好 那請各位喔 試試看喔 最後 最final的結果就這樣 長得像這樣 那一樣我會把這個 這段我看把它拿掉 OK 那最後我會把那個程式碼一樣 會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 如果你擔心喔 你有些地方會漏掉 會記不太起來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雲端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好 好 好